桃園是台湾接轨世界的门故 拥有国际航空城运输优势 首当其冲的青浦更将晋升国际级永续城市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悟 现在所在的地方位于桃園最耀眼的重画区之一 青浦高铁特区A19站旁的新建案青之上河 现在就跟着主持人的脚步 一起来探索这片改变台湾的新时代愿景 桃園高铁近600万的年载运量 位居全台高铁运能的前四名 是全桃園人口增长最快的行政区 重大建设发展更是接踵而至 青浦更以双铁便捷 享有19分钟到台北 11分钟到新竹 16分钟窃益出国行 吸引不少难来北往的商务客通勤族群 青浦享有高达44%的高绿富绿 青唐园美术馆艺术山丘万平绿景重画区繁华 用自然包袱的生活风景 让您日常每一步都是沉浸体验 下楼转弯就是全联 A19桃园体育馆站只要两分钟 以A19站为轴心 有环球购物 A18高铁城商圈 大江 华泰名品 Xpark 星光 青之上河位于中立区领航南路一段 文发路交叉口 由成家建设投资新建 基地面积1368平 楼层规划为地上13层 地下3层建筑 格局平数规划2自3房 28到38平 一走进社区 跳高6米7的影兵大厅 以简约沉着的色调 打造内敛的空间 健身运动馆 桌球撞球馆 儿童游戏馆 妈妈厨艺馆 走进B5户型36屏 参访两厅两位的边间格局 独立式玄关设计 采用防暴助旅玄关门 搭载三星电子锁 具备相当的隐私与安全性 走进客厅 飘高3.15米 双面采光搭配大面积落地窗景 让阳光以最温柔的方式渗入生活 只需踏出阳台 西亭老街西畔 虫虫水深 曾经在四季的有机流动 半开放式的厨房空间设计 标配大雅系统橱柜 零内三机 并贴心留有可真摄 隔肩墙的可行性 让餐厨空间更加得心应手 储握空间整体表现宽阔舒适 面对合景大面采光 让视野更为加分 只需善用窗帘 即可随心调节日光洒落的角度 四卧依照小家庭的不同需求 采用了聚高度使用弹性的均衡平竖设计 在不刻意扩张主卧的前提之下 两位客房皆能拥有轻松摆放 双人床位的落落大方 同时两套卫浴均有开窗 采干湿分离设计 标配三件式卫浴系统 多功能暖风机 预测空间同风且干爽 而C2户型则与B5户型相互对称 其中比较特别的是 C2户型全面采用低台面窗框设计 让阳光就像空气一般 充斥在生活当中 成为每天的常备品 以气面窗及当层排气系统 有效隔绝病员与衣卫 守护您的居家安全 半开放式的直线型厨房 并贴心留有可增设隔间墙的可行性 让空间无限扩大 纵观亲之上合 三房格局设定 无论是变更成顶客族最爱的大两房 让居住与工作和谐并存 亦或维持三房形式 借可符合各种族群的实质需求 只需尽情挥洒您的空间巧思 可以轻松在家遥望国际眼界 可以拥有繁华取境的全能生活 始终向往一方尽命的您 实现生活的理想样貌 前进妄想的幸福流域 亲之上合将会是您不愿错过的良机 自助首选全新落成 等待您清零鉴赏